以往的5月6月一定是复华航班的高峰期 学生放假 夏季休年假回国探亲 都集中在这几个月 但现如今国内的疫情形势 可谓是暗下葫芦起了瓢 让即将到来的夏季复华航班相当不明朗 不过就在大家担心焦虑之际 中国民航局反倒传来了些好消息 加之中国外交部最近发布的 全球各国旅行风险安全评估 每家包括欧洲多国都处在中低风险区间 这似乎给大家又带来了一线曙光 我们先来看一下复华国际航班的情况 根据中国民航局以及东方航空公司 放出的消息 接下来有累计超过21条国际航线 直飞上海的航班即将恢复 这些恢复的航班 大多都是因为东方航空公司的熔断期结束 在这21条航班计划中 我们发现其中不乏一些 华人经常乘坐的热门航线 比如美国纽约 直达上海浦东的东航MU588 还有加拿大多伦多 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MU208 不过目前由于上海依旧处于风控隔离状态 这些航班的目的地将会被分流到其他城市 核实恢复可能也要取决于上海核实解封了 除了北美这两条航班 还有一些欧洲的航班也即将恢复 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上海的MU772 法国巴黎飞往上海的MU570 以及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MU220 以及飞往杭州的MU7158 华人众多的澳洲和新西兰也恢复了两条航线 澳克兰飞往上海的MU780 以及悉尼飞往上海的MU562 除了以上热门出发地外 韩国 日本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新加坡 缅甸 老挝 以及孟加拉国都即将开通飞往上海 烟台 西安 昆明等地的国际航班 当然 你上航班计划可能根据政策随时有所变化 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的打算 还是要随时关注东航官网以及APP等官方渠道查询 比如 目前已知的信息 除5月16日MU588入境上海浦东不载客 其余航班正常载客执行 5月1号 5月8号 5月15号 巴黎到上海的MU570航班不载客 5月2号 5月9号 5月16号 法兰克福到杭州的MU570航班不载客 5月3号 上海到欧克莱的MU779 780航班取消等等 除了东方航空之外 达美航空也传来了好消息 某位大V博主证实 美国达美航空将于5月2号起恢复飞往上海的航班的消息属实 航空公司所希望的上座率为75% 这也就是说中美往返的航班计划中又多了上海往返底特律 以及上海往返西雅图的两条航线 航线的恢复自然是好事 不过其实上座率的多少才决定了最终的运量 前天有传闻说 外航非上海的上座率要控制在40% 这个规定是否会继续执行 目前依旧是未知处 目前小编得到的消息 中国民航局还没有下发外航有关40% 客座率继续延伸至5月的文件通知 多数航空公司对于5月1号后落地上海的航班 依然按照75%的客座率定做 包括达美美联航等 以及从民航局最近发布的公告看 至少在民航局层面 还是写着5月起 内地航司会在上海如今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中国外交部会同相关部门 对全球各国旅行安全风险做出了年度的评估 目前风险评估等级和安全提醒被划分为四种 分别是红色极高风险 这意味着近期切勿前往 已在当地的人员和机构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 橙色高风险 这代表着近期谨慎前往 已在当地的人员和机构保持高度警惕 黄色中风险 这表明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前安全形势 提高警惕 最后就是蓝色低风险 无安全提醒 目前处于红色和橙色区间的 均为一些非热门城市 这些国家的华人数目也相对较少 所以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华人聚集的欧美 均处在黄色和蓝色区间 比如美国英国目前是黄色风险评估等级 而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都在风险等级最低的蓝色评级 如果未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些风险评估等级 来逐步解封两国之间的旅行政策 那很有可能每家地区的华人 将会重回自由往返的时代 虽然以上信息目前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但不管怎么样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保持这个势头 希望总是有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